8月14日晚,霍尊通过工作室的官方账号表示,请伤害到此为止吧。 另外还附上了一张道歉常文截图,这是霍尊近期卷入风波后的第二次发生,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注意。 常文中,霍尊向所有曾经支持他的人以及父母、家人和朋友道歉,同时还向与自己谈了八年恋爱的前女友陈璐道歉。 另外,霍尊表示虽然很痛心不舍,但还是要告别自己的演艺工作。 霍尊透露这一次的风波影响到了太多人,网络上的一些言论深深地伤害到了自己的朋友们。 有的朋友已经崩溃,丢失工作,还有个朋友产生了轻生的念头,甚至有朋友的孩子在幼儿园遭受恶意辱骂。 霍尊的母亲仲小平也陷入了严重抑郁,因病住院。 正是因为霍尊卷进了这场风波,他也不得不正面回应与陈璐的八年恋情。 霍尊回忆表示和陈璐的恋爱是女方先表白的,在一起的时候会定期给陈璐打零花钱。 经济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,零花钱已经达到了五位数。 有意思的是,霍尊在长文中还表示30岁的自己恪守夫道。 从头至尾只和陈璐一个人发生过关系,也是最初的且唯一的一个。 群聊中的笛子精是一个吹笛子的男生而已。 然而,霍尊在文中写道,两人分手后陈璐向他索要分手费,在闺蜜王蒙的陪伴下陆续打了58万过去。 他表示陈璐本性被改变了。 霍尊和陈璐的感情纠纷通过这一段长文也终于到此为止。 其实在之前,霍尊工作室曾发布了霍尊的手写信进行道歉。 文章霍尊表示自己和前女友陈璐感情出现了分歧,所以才分手。 顿此,本人也感到十分惋惜。 但是不少网友却对霍尊的回应态度十分不满意。 认为霍尊全文,避重就轻没有重点,态度并不是很诚恳。 之后,陈璐再度发文重吹霍尊。 他的文章中曝光了霍尊大量的大尺度聊天内容。 因为陈璐曝光霍尊的影响,随后霍尊参加的节目纷纷将霍尊的视频下架, 并且宣布霍尊退出节目录制,并删减掉他的镜头。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应该树立一个积极向上的形象。 因为私生活占用公共资源确实是一个不好的现象, 对自己、家人和朋友也会带去很不好的影响。 如今,霍尊发文道歉,并表示自己将退出娱乐圈, 结束自己的演艺视野。 他和陈璐的恋情纠纷就此告一段落了。 就在近日,一档全新的综艺节目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正式开播。 33位娱乐圈的男艺人齐聚一堂施展才艺, 霍尊作为其中一员也如约出现在了影评里。 按理说,神仙恋情风波的他在节目播出以前就已经忍设崩塌, 国风美少年的绿剑不复存在, 没想到综艺节目里还是能看到霍尊, 这样观众引起不满, 也让前女友陈璐含了心。 直到陈璐曝光了霍尊之前的聊天记录才明白, 这个女孩对霍尊开始了致命回击。 她也终于亲手结束了这段糟糕的九年恋情, 因为这些聊天记录足以让霍尊面临一人失德的可能。 在霍尊的聊天记录里, 霍尊与友人聊着玩弄感情迟乱终继的具体细节, 内容真的有些不堪入目, 甚至都不敢相信说这番话的会是卷珠莲的古风公子。 做这些毁三观的事情的人会是大家熟悉的儒雅古风歌手, 霍尊的人设滤镜真的碎了一地。 除了作风问题以外, 霍尊自称是艺术家、音乐家, 压根就看不上极精参加的某些成团的综艺, 感觉这样特别咯。 你这让披荆斩棘的哥哥导演看了会怎么想? 自视清高、玩弄感情等等, 诸多令人惊呆的言论, 让观众们都惊掉下巴。 明明电视上还在播放他正在开播的成团综艺, 另一边,舆论早已压不住了。 于是乎, 不管是迫于舆论压力也好, 还是自保也罢, 霍尊被迫退出了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和还未播出的《权力以赴的我们》这两档综艺节目。 没办法, 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开播不利, 也是预料之中的事。 身为娱乐圈的艺人不仅没有做到正面引导, 反而或言或语, 迷之自信的人设是该清醒清醒了。 当天晚上, 以四霍尊朋友圈的截图曝光了出来,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, 霍尊终于道歉了。 截图里称, 就在刚才他失去了身为艺人的所有前途, 被迫推出两档综艺已经让他的梦幻变成了抛影, 可是他依旧称自己什么都没做, 也没有过约别的女生的行为。 对于这一切疑似霍尊朋友圈里的截图也显示, 他只有对过去的那段感情的愧疚, 以及现在拥有一个深爱着的女孩, 什么意思? 还有新女友啦。 最后, 霍尊郑重地向家人朋友道歉, 虽然他没有直接向陈璐道歉, 可相比较那封简短的手写信朋友圈里的道歉, 倒是显得奏效多了。 九年青春早该再见了。 近期, 歌手霍尊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视频, 视频中的霍尊挥舞着一把扇子, 霍尊的皮肤极好, 几乎看不见有瑕疵, 长相和气质都偏油, 当扇子遮盖住他下半边脸的时候, 还以为是哪个秀气的小姑娘。 扇子拿下以后, 展现在镜头前的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国风美少年, 将头发全部梳到脑后扎起来, 露出完整的五官, 穿着一件白色的Polo上衣, 镜头前的霍尊白白净净, 一点都不像29岁的样子, 倒像是19岁的小鲜肉。 2012年的圣东亚洲让人见识了霍尊与众不同的音乐风格, 他披着一头长发, 站在舞台上, 自信地唱着自己喜爱的歌曲,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即使因为外表引发热议, 霍尊也从未有过迎合大众审美的想法, 反而坚持走出自己的特色, 让人见识到他身上独特的魅力。 霍尊从小就在音乐的敬仰下长大, 父亲和母亲都是歌手, 霍尊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国内地歌手霍峰, 霍峰演唱的《大花叫》和《老婆老婆我爱你》流传至今, 他在华语乐团的地位是十分稳固的, 因为父母在霍尊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, 所以他在很早就学会了独立, 对一些事情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, 当歌手也是霍尊自己的选择, 霍封在霍尊十一年那年又遇见了自己的第二春, 与现任妻子江华等级结婚, 江华还在三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, 就是霍尊同父异母的妹妹霍苗。 此前霍封曾经在网上发布过一则与女儿霍苗有关的视频, 视频中的霍苗扎着高高的马尾辫, 穿着浅粉色上衣搭配白色的休闲裤, 一边认真地聆听身旁爷爷的朗诵, 一边认真地将频道的内容用钢笔写出来。 霍苗在低头写字的时候, 与古代的大家闺秀气质非常接近, 看上去很是秀外汇中, 当霍苗抬起头的时候, 网友瞬间被她的长相惊到了, 稍显短次的眉毛, 圆圆的眼睛和高挺的鼻子, 还有两片薄唇。 霍苗的五官与同父异母的哥哥霍尊是那样的相像, 明明是异母兄妹, 五官却像是复制粘贴一般。 除了长相十分相似以外, 兄妹俩的气质也很是接近, 身上都有一种从前的大户人家出身的少爷和小姐气质, 很是轻易出城。 霍苗写的一手好的钢笔字, 落笔的时候十分果断, 写出来的字也铿锵有力, 一看平时就没少练。 没想到霍苗不仅与哥哥霍尊长得像, 身上的才华也丝毫不输霍尊。 此次霍尊在网上晒出自拍视频, 他29岁如同19岁般动灵的颜值真是叫人羡慕, 只要基因好, 懂得保养, 男明星也一样, 可以和女明星一样, 无论十年还是二十年过去, 都依旧是当初那个美少年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, 点赞, 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